大家好,欢迎来到北美维科学 我是节目的唯一撰稿人和主讲人维钦 那我这个节目是面向在北美的华人朋友 我要通过声音和大家交流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现在是2021年的9月底了 美国这里的各个大学都开学了 那又有一批新的留学生来到美国 那可能我又会看到年复一年的循环 就是很多孩子啊,盲目的来到美国 那几年之后再盲目的回去 所以今天我特别做了这期节目 给各位留学生以及留学生的父母们 提供几点用血泪和汗水凝聚的忠告 那不管你爱不爱听这些话 它一定是对你有用的 当然了,即使你不是在美国留学生 是在其他国家留学 或者你仍然是在中国的移民大学生 那么这些内容对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请一定静下心来听一听 OK,首先第一条建议 如果你在毕业之后 决定要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和生活的话 那么从你来到美国第一天开始 你就要开始为此准备 千万不要等到大三大四了 到那个时候再考虑和努力 确实就来不及了 如果说你要决定留在美国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渠道的 当然这些可能性也都是因人而异的 那你现在问我怎么样才能留在美国 那么我也首先要了解清楚你自己的所有情况 才能给予一些可能性的建议 但是基本上只要你决定这样做 那么你从一开始就做准备 那我不认为说你到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到只能回国地步 因为首先你要知道 美国它是非常需要移民的 美国接受移民的途径有很多很多 上大学读研究生 再找工作 申请利卡 这只是一条最大路的方式 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都会想到方式 但其实也存在很多其他的方式 那这些内容都留在你主动去找人咨询和探索之后就了解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什么都不做 到最后再想办法 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OK 那么这个是说你如果要决定留在美国 那还有一种说 我已经想好了 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好 我呢是准备只在美国拿一个学位 然后等毕业之后就回国工作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来说 你的想法也是对的 但是你要首先搞清楚 你几年之后回国的时候 什么是你和国内的同龄人竞争的最大优势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二点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美国的经历对你最大加成 不是说你的美国学历 而是你的英文水平 以及更重要的对美国了解 你在和一些国内那些超级内卷的教育之下 培养出来的同龄人竞争的时候啊 我个人认为你唯一的优势就在于此 但是这就是要求 一方面你要了解了美国这里的社会人文 另一方面你也在比较中美差异的同时 理解了中国的各种举措 之前我有一期视频节目叫做 你越了解美国 你就越理解中国 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你可以去接触和发现一些中美互通的机遇 那就更是你自己独有的优势了 对吧 那么说的具体一点 你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专业 开拓一些学业之外的实践活动 比如说如果你是商科学生 你就完全可以在美国以股东的身份成立一个公司 那这是完全合法的 当然你不能直接工作 但你可以当股东 那成立公司干什么 很简单吧 让你开始实践用的 你可以用这个公司来做一些商务甚至贸易 当然规模不用大 但是只要你做了 至少你就亲身体验了在美国建立公司的所有流程和步骤 包括你要填各种表 跟银行打交道 跟当地相关部门打交道 那你自己还要准备账目 你自己还要考虑报税的问题 其实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和你的专业知识是相关的 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 你了解了美国办事的方式 而且你也肯定可以结识到更多的人 比如说你在申请银行账户的过程中 也许就认识了银行的banker 中文你可以翻译成业务经理 那么你完全可以请他喝杯咖啡 交个朋友 你不用担心他拒绝 当然他有可能拒绝了 但是你可以跟他说 你有很多这种学工商的朋友或者同学 他们家都很有钱 都想自己开公司 那么我可以逐一的把你介绍给他们 那你说他愿不愿意和你交朋友呢 你当然肯定也没有说谎了 只不过你需要了解他才有这个信心向周围的朋友推荐 对吧 所以不算说谎 当然也有可能你确实没有什么经验 想不到在美国开个公司可以用来做什么 但没有关系 那我可以给你个建议 你可以在朋友圈里发一个通知 你告诉国内的所有亲戚朋友合作伙伴 说我在美国有公司了 那我估计会有不少人帮你想到这个公司价值 委托你去开展一些业务的 所以这是今天建议的第二点 就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相关的行业里面 寻找和创造实践机会 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实现前两点的一个现实基础 就是开车的问题 那我呢是建议所有的留学生 你来到美国之后 尽快的学车买车和开车 那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为你在美国没有车 你就只能被束缚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圈子里面 很可能你知道毕业也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圈子 那这样就丧失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你在美国这里最大优势 我之前曾经说过 有两个商科的女学生 临到毕业了 到我公司来寄回国行李的时候 我发现她俩连Costco这家超市都不知道 那你说作为商科的学生 Costco这么经典的商业案例 那即使你上课没有学到 但你在美国生活了四年 但凡对自己的专业有一些认识 你总应该知道Costco超市的特点吧 但是如果他们自己有车 那不用整天依靠自己的师兄师姐们 带着买菜和参加其他活动 那么他们能接触到空间应该会大很多 但是如果没有车的话 他们就失去了更多的和这个社会接触机会 包括上面我们说的开公司的问题 当然学校里可能会有银行入住 但是你的选择面会比较窄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和相关的部门 咨询和考察情况吧 当然你可以坐公交车或者地铁 但事实上在整个美国公交线路发达的城市 也就是像纽约市以及洛杉矶了 那其他城市老说都差一些 那拿我所在圣地亚哥为例 如果你是这里的一所大学 比如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你在这里上学的话 你想通过坐公交来这里的华人商业街 买菜吃饭的话 大概需要一小时的时间 你中间还要倒车 所以来回就是两个小时 那开车呢 其实就是十几分钟的问题 所以这个差距实在太大 直接会影响到你迈出校门这个决定 那么你也可以不断去麻烦你的同学嘛 包括你请你的师兄师姐帮忙 对吧 只不过你就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了 你要整天看人家眼色和时间 对吧 而且今天我们要谈到的第四个问题 其实就是建议各位同学 如果可能的话 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泡在周围同学这个圈子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周围同学啊 他们不见得比你更高明 其实我也是从留学生时代过来的 那我上学时候 基本上也是和周围的华人同胞 整天混在一起的 但是老实说 确实啊 各个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见识啊都非常有限 哪怕是一些所谓的师兄师姐 他们也同样没有走出学校不如社会啊 所以他们的建议也好 思考问题的方向也好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 你多花些时间去接触学校以外的时间 比如说当地的华人圈子 华人公司 华人社团 当然为什么要多接触华人呢 因为接触这个群体 可以在没有文化障碍的情况下 最快的了解到很多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作为同学来说 你一定要多接触华人的职业圈子 包括那些你想留在美国的同学 因为这里可能就是你下一个雇主所在之处嘛 但是事实上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 美国各个城市的华人留学生和同一个城市的其他的华人群体完全是割裂开的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所以接下来啊 我个人可能会在这方面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事情帮助大家 当然了 除了和华人圈的接触之外 你也一定要和美国人接触 多参加美国当地举办的各种活动 有些是社会活动 有些是一些专业上活动 那么通过这个活动 你多接触和认识一些美国人 多了解他们的思想 对年轻人来说 这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嘛 所以再说一遍 你需要有辆车才能完成所有这些实践活动 对吧 那么话说回来 今天第五点我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接触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在美国有一句老话 说的是这个老乔骗新乔 新乔骗刚来的 刚来的骗还没有来的 因为在华人圈子里面 语言的这个限制问题 所以就导致了很多的美国的华人 就只能赚华人钱 可是这个钱又不是那么好赚 那怎么办 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光彩的行为出现 包括有一些是有意的误导 或者干脆是欺骗的行为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注意 所有可能让你付出金钱和感情的人和事 你都要先多加了解 仔细斟酌之后再做决定 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 那我在这儿看到很多 专门忽悠留学生的事 真的是因为 这个留学生是最容易被忽悠的 因为孩子们没有社会历练 容易相信别人 也对社会上的一些市场价格和一些行业内幕不了解 所以请同学们一定要谨慎小心 OK 那接下来是第六点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到了美国之后 你可能会听到或者接触到很多以前没有听到的言论 至于说什么内容 我在节目里面就不明说了 但是我希望同学们 你们自己要有自己的判断 千万不要以为 这些之前在国内听不到的东西 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真相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社会啊 它不是你课本里学的这个黑与白 对和错 它是灰色的 很多事情都是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对中有错 错中有对的 那我之前我做其他节目里面举过例子 比如说你在最高档的饭店里面 这里也是一尘不染 你在这享受美食 但是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个地点 在屠宰场 正好就有一头猪正在被杀死 它就是为了供应这类美食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的一个现实 几乎所有的美好 都是有一些妥协和牺牲换来的 人也是一样嘛 你今后你人生的一些风光 不也是因为你现在牺牲了玩耍的时间 努力学习换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整天在你面前说 这个国家坏透了 为了享受美食杀了这么多头猪 那你是不是就要反对这个社会了呢 当然不是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多元的 这个社会是既有黑也有白的 对吧 所以举这个例子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当你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你听到不同的言论的时候 你也有自己的判断 那其实你也可以想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美国到了现在了 我这个节目在2021年的9月底发布的 距离疫情已经发生了一年半快两年了 美国这里还是在每天新增十几万的确诊人数 那么当你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 你就会知道 其实在美国这里很多的言论 要么根本就不是真相 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意想 甚至夸大 所以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话 你越了解美国 你就越理解中国 OK 第七条呢 是要特别讲给咱们男同学的 就是注意仪表 那么仪表有多重要呢 我觉得不用我再多详细解释了 因为在别人还不了解你的时候 你的外形就会决定了 他们对你的固有印象 会决定了今后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机会 哪怕说你长相平庸 没有关系的 但你整体的气质 衣着 得体 干练 都会给人一个好的印象 男孩子 你该理发就理发 实在没有时间打理的话 你至少也像我一样 戴个帽子遮挡一下 所以很多朋友看我的视频节目 说你为什么整天戴帽子呢 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时间打理头发 所以戴个帽子 你就看不出来我头发 其实也是乱糟糟的 是吧 所以其实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甚至包括我在高通上班的时候 都有一些华人同胞 男性 经常看到他们就头顶着 被那个枕头压得很平的头发 就来上课上班情况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头发 也不是那么短 不是那么长 但是正好是最上面这个头发 头顶 它是一个平面 就被枕头压彻的一个平面 但是它又不是水平面 还往一边斜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滑稽 非常齐整的感觉 那胡子也不刮 所以整个这个形象 你看起来就很邋里邋遢的 所以如果说老师也好 领导也好 他们看到这样的人 我觉得真的不想给这个人一些更多的一些管理任务 或者代表自己去出面完成一些任务 对吧 那还有一些男生 这个长时间不洗澡 甚至不换衣服 哎呦 你真的是不想和他们接近 因为你稍微离近点 你从衣服上都有一些味道能闻到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就更恶劣了 所以这个问题 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咱们男同学啊 每天花点时间 就几分钟啊 打理一下 可能就会给自己赢得不少的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当然女同学有没有这个情况 也可能是有的 也可能是有的 但数量相对于这个男同学来说 这个比例要小一点 所以我就不特别针对女同学来说了 好了 那最后的一个忠告呢 是关于心理和情感上的 我慢慢的一句句的讲给你听 你慢慢的品味 第一 不要因为孤独就爱上一个人 第二 不要爱上一个人之后 就以为自己可以一生一世 第三 不要受了委屈都憋在心里 一定要找一个人去倾诉 第四 不要因为看到外面的世界很大 而反过来嫌弃自己的家小 第五 请记住 你的父母 永远是你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 好了 就这么多 祝各位同学好运 这里是北美维科学 我是维青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